廢仲郡如果再不出兵,馬寧就會失手了 你回去告訴高將軍,有誰都方向達維,我率軍隊應接你們 馬寧軍心浮動,如果離開馬寧,很多士兵就會趁機逃走 到那時,不但達維不成,還要全軍覆滅,後果不堪設想 廢仲郡,你不能見死不救 我不是見死不救,我是擔心孫兵作為一個維藝救招,中途伏擊我的軍隊 廢仲郡多慣了,孫兵他只有五萬人馬,圍群馬寧他已經力所不能及 他沒有那麼多餘的力量去伏擊廢仲郡 這樣也難說,算不一向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還是高將軍說得對 廢仲郡,我不難為你了,我回去告訴高將軍,叫他投降孫兵 你這樣要脅我? 我絕對不是要脅之意,我是有那句又講那句 我們求援,高將軍並不贊成,他說你害怕孫兵,不敢出兵 他準備投降孫兵,我們兄弟三個人是廢仲郡舉戰給他的 我們為廢仲郡著想,據理以爭,高將軍總算答應我來試試 想不到廢仲郡正如高將軍所說的,我們兄弟三人已經沒有任何理由來阻撓他投降了 廢仲郡,到此了 等等,回去告訴高將軍,叫他固守曼寧,我的軍隊馬上到 好,廢將軍,那我等你了 進來 中軍,你馬上趕去大樑,把馬寧的情況告訴龐元帥 請龐元帥定奪 是 大樑,不吃了 大樑,我一輩子沒有女兒,你就做我的女兒,好嗎? 大樑,我一輩子沒有女兒,你就做我的女兒,好嗎? 大樑,我是大樑的妻子,大樑是太后的兒子 宜適如女兒,神不就是太后的女兒 大樑,皇后,你很懂得過說 大樑,你的傷好一點嗎? 幸好,幸好有皇后服侍我 大樑,大戰在職,如果你能夠經得住一路顛波的話 我們打算送你回去林芝 我不回去,我要親眼看看那個無衝我兒子 教師的賈公子,就地正發,這樣我才離開馬力 大樑,我們三勤賈公子之後,把大會林芝交給老人家親自處置 我等不及了,我望今天就可以處死他 大樑,軍中危險,萬一你老人家再出什麼事,我們不要向大王交代 我可以寫一封手書給大王,告訴他,我就留在這裡,跟你們無關 說話是這麼說的,但萬一 不要再說這麼多,你們快點攻克馬力,除了賈公子 這才是你們要做的事 你回去告訴廢將軍,可以出兵馬力 小隊在前,大隊在後,步步為營,謹慎前進 這樣,孫賓就無機可乘了 是 你們到馬力後,在馬力城外二十里寸安營窄仔 和馬力城外的手棍搖相呼應 不要輕易和孫賓交鋒,和他拖下去,將他拖到根皮力盡 我才出兵 明白 你回去吧 是 人來 袁帥,有何吩咐 你去將袁帥,和我叫來 是 你咬呀 你咬呀 細生 去了多久 很久 她何時回來 我在這裡等你媽媽回來好嗎 好啊 去玩吧 龐將軍 龐將軍,袁帥叫你馬上回去 什麼事 不清楚,廢將軍人來過,可能和馬力有關 嗯 廢將軍派人送來消息 孫賓已經知道,賈公子教師的來龍去脈 包括他的真實性命 你知道,是誰透露出去的嗎 不知道 只有你和我兩人知道的真實性命 你不知道 那就是我了 叔父怎麼會呢 我不會 那就是你 不是,不是我 不是你就是我 不可能有第三者 說吧 到底是什麼回事 請叔父恕罪 那天侄兒在酒館喝多了酒 當著眾人的臉 把賈公子的來龍去脈說出來 酒館裡面很可能有齊個奸細 彭聰,你有沒有說實話 叔父,我真的說實話 聽說你最近經常找鍾靈秋 你是不是把賈公子的事告訴他 沒有,我可以對天發誓 是 旁聰 酒館最容易迷心 你應該人以為戒 聽清楚了沒有 實現明白 軍事 快將軍出垂刀的掃敗軍隊 直筆萬寧而來 派多點監製,密切注視魏軍的行動 是 還有,命令軍隊隨時準備出擊 是 高將軍 快將軍隊為何還沒來 我也不太清楚 快將軍隊還不來,那就麻煩了 高將軍 你再派些人去探望 已經派了人了 軍師,更細離步 藝國軍隊離開誰都以後 小隊在前,大隊在後 步步為營,謹慎而行 哈哈 軍師一次維藝救招 等藝國人終生難忘 軍師,看來想在路上伏擊藝國人 恐怕是很難 那才好 鬥氣神才有意思 廢了他的軍隊為何還沒到 高將軍,起得這麼早嗎? 是啊 抓逃兵,抓住他 站住 你 殺了 殺了 反正我都不想活了 高將軍,卑像失職 那是第幾個? 你說一共還是今天? 今天 第三個 我已經是第六個了 長軍,我是說抓到三個 你們走吧,把他交給我 是 是 你知道我會怎樣處折你嗎? 不是說膽頭是中嗎? 不是,我要寧遲處死 都是一樣的,都是死 只不過,多受點罪 我如果這次放過你,你還逃不逃? 逃 你難道不怕死? 是,劉毅尚且偷生,何況人呢? 我上有老,下有小 老老少少都離不開我 我怎會不怕死? 是 那你還要逃跑? 如果再生,還有盼頭 我本來以為公子交師有太后的支持 總有一天會主宰齊國 到那時候,我可以找個官就行 都可以到宮中遙祖 怎麼知道公子交師是無名鼎泰? 是,高將軍,你說,我們還在盼什麼? 怎麼死得好? 哼,那就要看怎麼生 如果是為了生,欺騙自己的祖宗 背叛自己的國家,就不如死 高將軍,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我還可以落個 靈死不不背叛國家的命 你已經背叛國家了? 我們公子瑪麗就是與國家作對 哼,不知者不為怪 我是受你們欺騙而令 我們家人和祖先會原諒我的 現在,我既然知道真相有不氣暗頭明 不僅家人鄙視我 就是我後代子孫都會笑我的 我絕非無情無意之日 我更不是那種不要國家,不要祖宗的人 我很想救你 但是我不能救 我是一個大兵的將領 一個將軍即使走錯了路 也不能夠允許自己的士兵背叛自己 只有殺了背叛者 士兵才會任其驅趕,而義務反顧 你聽懂的 我懂 對不起,壯士 將軍,慢著 你反悔了? 不是,我請將軍在背後殺我 你不敢面對死亡 不是,我不是將軍的敵人 而是將軍手下的逃兵 將軍的敵人應該和將軍面對面撕殺而死 而逃兵應該背對你而死 請將軍動手 請將軍動手 算了,我不殺你,你走 將軍,應該要放火 我手下難得有你這樣明示你的士兵 殺了你,太可惜了 如果我早點發現你 要你做我的將軍 但是現在已經遲了 你走吧 將軍如此對我 如果我再離開將軍而去 那便是無情無義 那你留下? 如果我留下 就是大業不道 那你再走吧 將軍知如知恩 小印來生,一定報答 不要說了,快點走 如果被人見到,就不要說了 快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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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去看看 讓我走 好 快點走 快點走 皇帝 她 ninety 在齊軍左營二十里外安營紮寨 是 軍師 魏國軍隊在我左營二十里住安營紮寨 擺出一副固守的姿勢 是 命令左營軍隊擺出一副進攻之勢 是 高將軍 魏國軍隊在城外按兵不動 士兵們惶恐不安 告訴士兵和孫兵作戰 其實緊實行事 魏國軍隊是按計而行的 什麼計? 這是應付士兵的說話 高將軍 對士兵只能夠應付一時 如果魏國軍隊總有按兵不動 軍心再亂將模範而保護 你放心 我會要魏國軍出戰 我會要魏國軍隊 廢將軍 這是孫兵給我們的勸行書 請廢將軍過目 我沒有說不相信 那你為何按兵不動 我為了打敗孫兵 我為了打敗孫兵 今天按兵不動 為何要打敗孫兵 今天按兵不動 就是為了翌日 凍遇雷亭 那廢將軍打算 何時凍遇雷亭 龐元帥的大軍 來到那時候 龐元帥要來? 龐元帥大軍不來 我豈敢率傾城之軍 離開隋都 太好了 龐元帥的大軍到了 孫兵必败無疑 如果龐元帥未到之前 孫兵進攻馬鈴 廢將軍你如何打算? 廢將軍說 他還趁機襲擊孫兵大營 讓孫兵首尾不能相顧 如果孫兵虛張勝誓 指派少量軍隊攻城呢? 不於理睬 如果孫兵攻擊他的大營怎麼辦? 顧手不出 如果孫兵撤軍又怎麼辦? 還是顧手不出 嗯 好 這樣孫兵對我們 就無計可施了 很明顯 魏國人是想拖下去 等待龐元帥的大軍到 然後再投資 軍師 我們應該在旁軍大軍到來之前 以順利不及掩耳之勢攻克馬鈴 如果不能攻克 就應該立刻調大軍前往馬鈴 我們只需要等了這麼長時間 避免血戰 動用大軍是我們不情願的 我打算暫時不進攻馬鈴 拖下去對我們很不理 剛才監製來報 說垂刀空虛 我們動用一支軍隊 偷襲垂刀 好 我帶人偷襲垂刀 過下垂刀只一獲小利 如果魏國人不因此 要回兵垂刀 此舉似乎意義不大 我們與其在馬鈴和魏國人拖下去 不如順手牽揚 先水小利 然後借題發揮 變小利為大利 軍師打算如何借題發揮 皇后 你去問孫軍師 他究竟何時進攻馬鈴 我問過了 他說再等一會 已經等了這麼多天 還要等多久 他說等到時機有來的時候 甚麼時候才有來 那我也說不完 走吧 我們去找他當面問清楚 太后 這麼晚了 你老人家也休息一下吧 明天再問 不行 這件事不問清楚 我就睡不著 琴先生 這樣借題發揮如何 好 如果用得好 我們不僅大獲全盛 而且可以令旁娟 不得將他的疲憊之先 調往邊境 這就是我為何遲遲 不進攻馬鈴的真正目的 軍師 太后和皇后來了 知道了 請坐 嗯 請坐 太后此行 是否為了馬鈴之事 不錯 我想來問問你們 你們準備何時進攻馬鈴 我打算暫時不進攻馬鈴 先攻打垂都 垂都兵力空虛容易得手 賈公子 賈公子不在垂都 你佔你垂都有甚麼用 垂都是魏國重陣 如果我們拿到垂都 齊各邊境就多了一個屏障 此外還可以調動魏國軍隊 魏國軍隊如果回師 我們就可以趁機在回軍的途中打垮他們 魏軍敗了 馬鈴的叛軍就會不戰自敗 這些是你一廂情願 如果魏國的軍隊不回兵修復隨都 你怎麼辦 那我就寧想辦法消滅他們 如果馬鈴的叛軍趁機逃脫 你怎麼辦 馬鈴的叛軍已成驚弓之鳥 如果他們逃離馬鈴 我們正好避開攻城之難 不用血戰 就可以將它消滅在曠野之中 你想得多好 但不一定有把握 如果被那個假公子趁機走了 他將繼續用那個假名招搖撞騙 敗壞我的聲譽 你們不能夠進攻誰都 必須集中力量拿下馬鈴 不能夠給那個假公子 有一些可圖志祭 太后 如果我們進攻馬鈴 二十里外魏國軍隊 不是等閒時之 我們將兩面受敵 好,你不用再解釋 我只是一句說話 你必須盡快拿下馬鈴 消滅假公子 你如果沒有把握 我就請大王調大軍前來馬鈴 你說 要不要調大軍來馬鈴 不需要 那你多少天拿下馬鈴 三天 如果三天拿不下馬鈴 那就拿微臣的腦袋 好,一言為定 軍師 沒有追話說得這麼絕 兵法說 陷於死地而後生 皇后,我們走吧 好,我們走吧 軍師,我們還打不打垂刀? 當然打 如果太后怪罪怎麼辦? 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 更何況是太后呢? 秦先生,我和田總軍都離不開大營 只好由你率軍前往垂刀 怎麼樣? 軍師不用客氣 既然軍師需要我,我理多效命 你需要多少軍隊? 五千 五千太少了,再給你五千 我不能夠帶這麼多 軍師要對付費將軍的軍隊 又要圍繞馬鈴的半軍 必須有足夠的軍隊 如果你不能夠及時得手 不但你盡材兩難 將會影響全局 如果鍾利姑娘能夠和我前往 那就穩操聖券了 我也是這樣想 只不過太后會不會答應呢? 讓我去談談吧 嗯 太后,秦先生請見 進來 太后,神有要事稟告太后 說啊 太后是否想早日除了假公子 那還用說? 給多她一個時辰 我就難以容忍 太后認為 三日之內 孫君師能夠攻克馬鈴 除了假公子嗎? 你說呢? 神以為 三日之內 她不能夠攻克馬鈴 如果她不可以 我就拿她試問 太后,神有一計 保證三日之內 除掉假公子 什麼計? 此計 非常簡單 以皇后化了成叛軍士兵 潛入馬鈴 刺殺假公子 皇后? 不行 她是個女人 又是皇后 怎麼能夠擔當這麼危險的事呢? 太后,皇后劍術高超 不但在馬鈴城內 就在齊軍之中 都不是皇后的對手 所以,此以皇后 才能夠承擔如此重任 太后 琴先生說得對 馬鈴城沒有一個是我的對手 我入馬鈴 如入無人之地 皇后 叛軍人多 你的劍術即使再高明 都難以敵中 太后 你別忘了 我是扮成叛軍入城 叛軍認不出我 即使他們人多 又有什麼用呢? 皇后 這麼不行 這件事太危險 我放不下心 萬一被判軍發現 我怎麼向大皇交代 太后 就算他們認出了我 他們也抓不到我 太后記不記得 當時公子教師的刺客徒羊 一個人潛入皇宮 有這麼多個齊國士兵 都沒有他辦法 要不然我劍術高他一籌 他早就逃走了 嗯 你說得也對 這麼簡單的計策 你們為什麼不早點想到呢? 我們不是沒有想到 太后識破賈公子之前 得不到太后的恩准 我們不敢施殺賈公子 太后受傷以後 皇后忘憶照顧太后 脫不住身 我們不便是出此計 哼 你們啊 這麼多男人 都還不如我們一個女人 哼哼 馬令的守軍最近怎麼樣? 比以前穩定多了 逃兵基本盜絕 孫彬的軍隊有什麼動靜? 沒有任何動靜 誰都呢? 都沒有動靜 我總是擔心徐都 昨晚我發望孫彬佔領了徐都 將軍不必擔心 孫彬的素孟軍隊 幾乎圍困馬令 又要對付我們 他沒有多餘的兵力 進攻垂都 垂都空虛 我們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明天派多些奸細 密切注視孫彬大軍 是 徐都早有提防 皇后 要小心 先生更加要多加小心 以後兄弟膽毅過人 我擔心離開之後 他們會更加加害先生 皇后放心 他們不會來的 先生你說過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我真的不放心你誰都 不怕 皇后我們一起多 琴先生又沒有把握 我知道 我離開之後 先生在營像周圍 要當安排的為事為好 我知道 還要小心你的腳 沒凍傷 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坐地下 我記住了 琴先生 有什麼事? 都準備好了, 可以走了 先生保重 皇后保重 這兩天真是安靜 安靜不錯 就說明孫彬對我們無從下手 好嘛 你不是不了解孫彬 他一旦安靜下來 肯定另有圖謀 他有什麼圖謀 我如果能夠知道 他就不是孫彬了 高仲閨 就等我們兄弟三個 去世君大人探探探 你看怎麼樣 先不要驚怒孫彬 他即使有千條妙計 我有一定之虧 只要我堅持不出 他就奈何不了我 嗯 走啊 跟我一起去大營門口 看看皇后回來 沒有? 皇后今天不會回來的 你怎麼知道她不回來 說不定皇后 昨晚就把賈公子殺了 現在正在回來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幹什麼? 走啊 是 太后,早晨 太后,外面沒有人了 我知道,我是來看看皇后回來沒有 皇后還沒回來 她現在還沒到徐都 你說什麼? 皇后去了垂都? 她說錯了 皇后沒有去垂都 是去了馬寧 她沒有說錯 皇后的確去了垂都 昨晚晚,我看到皇后和秦先生一起去 那怎麼回事 呃,秦先生不讓我說 走,去找孫彬 多罪 多罪 孫彬 孫彬 太后 孫彬,你好大膽 你居然和秦華一起去 一起來騙我 你這是欺相之罪 太后,你不能怪軍師的 閉嘴 我是問孫彬 孫彬 你知罪沒有? 太后 神沒有欺騙你 你還說沒有欺騙? 昨晚,秦華說等皇后去刺殺賈公子 你就是要她去垂都 你敢不騙我 又是什麼? 皇后從垂都回來,就馬上去刺殺賈公子 昨晚,根本沒有說皇后先去垂都 但是秦華也沒有說皇后不去垂都 秦華跟我說,三天之內殺了賈公子 皇后既然去了垂都 她為什麼能在三天之內,垂了賈公子呢? 太后放心,我們三天之內肯定殺了賈公子 三天之內,如果做不到呢? 那就是犯了欺相之罪 好,三天之內,我再跟你算贓 將軍人來看 公戰準備 在這裡 再不在這裡,我們就放箭了 不要放箭了 我們是投奔公子教師的,叫我們進去吧 公子教師在馬寧,你們來垂都幹什麼? 馬寧被孫兵圍到水事不通,我們沒有辦法進去 你們可以投奔費將軍 他們軍營就在馬寧城外 費將軍和孫兵的形象舉目可望 費將軍擔心我們是炸殼,不讓我們進去 你以為我們就不擔心嗎? 中國不用擔心 算不是百里之外,我們不足千人 如果是炸殼,豈不是自投羅網 你有什麼憑徑? 我有公子教師的信 派人送上來 有公子教師的信仰系 封在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是不放心 那你说怎么办 请你们放下武器 放下兵器 可以了吧 士兵退后八步 将军先入城 后退八步 打开城门 是 上 纯守牵羊 是三组六计中的第十二计 此计意思是 发现敌人微小漏洞 只要不因小失大便及时利用 即使是小胜也都不应放过 孙奔在与敌人相似不下 又无办法取胜之时 发现谁都空虚 顺手牵羊 夺取谁都 欲知孙奔如何便小胜为大胜 请看下集 关门竹茶 关门竹茶 请不吝点赞 订阅